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基斯纳罗 就是释迦牟尼佛视线涅槃的地方 当然涅槃是每一个生命追求的 就是那种不生不灭的状态 叫涅槃 各位早餐吃了没有啊 所以叫肚子涅槃了 就是你肚子不会饿了 所以因为你没有吃你就会饿有痛苦 涅槃就是一种痛苦的亭子 当然对佛弟子来讲 那么佛涅槃它是最伤心的事情 因为在我们大家还没有证的阿罗汉之前 老师就离开我们了 会不会很伤心 所以但是对释迦牟尼佛来讲 如果他涅槃的是一种肉体的休息 就像各位见过噶玛巴 他一心一意的 他是佛的心没有错 就帮助众生 但是他的肉体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 很多的痛苦 所以对他来讲 涅槃的 然后他就是一种休息的 但是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叫四线涅槃 也叫四线无常 如果他不这样做 大家会觉得 就像阿难一样 佛如果不入涅槃 他不会证阿罗汉 所以佛陀四线提早二十年 本来他是要一百岁的 因为他答应魔王 魔王劝请 所以他就入涅槃了 然后入涅槃选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莫罗祖 那为什么佛陀会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跟过去四都有关系 各位前天听过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做一只鹿 一只鹿 很大的鹿 结果森林起火了 起大火 然后三边都是火 然后前面有一条河 全部的动物都往河里面跑 但是很多动物根本不会游泳 怎么办 所以这只大鹿 就用他最大的身体 跨在河的两边 做成一条桥 然后所有的动物 从他身上跑过去 事实上所有的动物跑过去 这一只鹿的背上就一直裂开 一直裂开 骨头一直断掉 但是他都撑着 然后等全部都跑完了 他还撑在那边一直流血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等最后一只母兔 因为他生病了 所以鹿王就等 这只慢慢爬过他身体 然后他再摔在河里面死掉 然后释迦牟尼佛说 凡是那一次 跑过我身上的人 都跟我结了一缘 我将来在鹿叶盘之前 要来渡他们 所以那些动物 通通投腾在穆罗族 这个地方 这是佛陀的 这种悲怨 然后最后一只兔子是谁 就是释迦牟尼佛 所渡的最后一个弟子 也叫西巴陀罗 因为佛陀已经病得很厉害 病到根本没办法走路 都要安安来撑着 但是呢 安安就希望大家不要吵佛陀 但是那个时候西巴陀罗 听说已经一百二十岁 在印度教里面是一个成就者 就像老子在中国的地位一样 这么深 但是他没有机会见到佛 但是他听过佛陀的名字 他虽然是一个大家尊敬的人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还没有解脱 还没有断烦恼 所以他要来请问佛陀 但是他请求了三次 安安都不让他进来 结果佛陀躺在床上之后 安安安啊 让他进来 我来这边也是为了等他的 结果 西巴陀罗就说佛啊 你是一位圣者 什么样才是解脱之道吗 佛讲的 你只要按照中道的修行 什么叫中道 你只要按照八正道 你只要按照八正道的修行 必定可以成为解脱 成为圣人 你就按照这样去做吧 所以西巴陀罗当场就渡在那边 师为佛陀所讲的八正道 我想这个是 佛留在这个世间最重的要 就是修道的道 八正道 对解脱的道 所以我们要念下来 正见 正思维 正与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这个就是一个法轮 结果他思维八正道以后 当下坐在那边 正的阿罗汉 正的阿罗汉以后 他很欢喜 但是他非常感恩佛陀 他修行了一辈子 在那个时候 他得到了生命的解脱 但是他也是不忍心看佛陀 那么 逼他找涅槃 所以他要求佛陀说 我能不能在你之前入涅槃 这样 所以 我想我们等一下出来以后 再来讲解 然后这两棵树就是 梭罗树 等一下出来 如果讲得到树叶最好了 到这边来 三种树叶要带回去 一种是佛陀出生的 无忧树 第二种 树是佛陀成正觉的 菩提树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佛陀 四线涅槃圆满的 那个 梭罗树 然后按照经典 梭罗树本来有八棵 然后 佛陀躺在 两棵梭罗树中间 然后呢 梭罗树就融成两棵 而且整个梭罗树变白色了 也开出了白花 那产生了 种种的震动 然后经典说 佛陀的 头向的北方 脸朝的西方 背朝的东方 脚朝的南方 里面那一棵就按照 这样做了 然后 四线涅槃 那个时候围在佛陀旁边 有八十一个比丘 八十一个比丘 那有少数的比丘 还没有震的阿罗汉 震的阿罗汉的比丘 就不会哭 不会哭 因为阿罗汉 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 入涅槃 就是不要有这个肉体 但如果你有这个肉体 你就会很痛苦 因为你为了要 留在这个世间 是为了度众神 所以没有空性 是不行的 所以小秤所正道的空性 跟大秤的空性 是不一样的 小秤的空性 是赶快啊 入涅槃 这样不要有痛苦 大秤的空性 是根本没有一个我 在受苦 所以他就不怕轮回 不断的来度众神 但是佛陀入涅槃了 他跟大家说 虽然我入涅槃了 那你们要有 用我的戒律 跟我的教育 做老师 所以叫佛在世 以佛做老师 佛涅槃以戒律 做老师 佛陀也在入涅槃 讲说 各位比丘啊 各位菩萨 那么我在世的时候 很多出家人 在家人 还会听我的教法 我涅槃以后 这个世间就乱了 互相毁谤 如果在我入涅槃的人 还能够修行正法的人 都是诸佛菩萨 趁愿再来的 因为在这种痛苦的世间 既然你还会 修行正法 护持正法 就像各位一样 但是大部分的 老师讲 各位看到印度啊 看到很多 就算说佛教国家 有时候好像还找不到佛法 佛在经典都这样 授记了 然后 连魔王都来供养佛陀 佛陀要入涅槃的 佛王还 魔王还拿这些花 来供养佛陀 佛陀没有接受 但是魔王说 那我念一个咒 那么供养你 如果将来谁受到魔的干扰 就念这个咒 一定可以消除魔障 佛陀接受 所以有一个魔王献的咒 也不长 但是 释迦摩尼佛入涅槃的之前 他的妈妈 摩耶夫人在逃离天空 突然做了五个噩梦 第五个梦 就梦到五只狮子 咬他的乳房 非常的痛 乳房就代表 小孩子了 所以那个时候 他隔天就觉得 怎么会做这种梦 能到我世间的儿子 希达多 有问题了吗 然后隔天 阿那利尊者 阿那利尊者 升天 到天上跟摩耶夫人说 哎呀 佛母啊 那么佛将在今天 入涅槃 是在农历的 二月十五日 要入涅槃 哇 摩耶夫人就哭啊 就到 就到人间来 但是 那个时候 摩耶夫人来的时候 佛陀已经入关了 已经在棺木里面了 但是 他看到摩耶夫人 在那边哭啊 讲了母子一场 这个故事以后啊 佛陀又视线坐起来 跟他 摩耶夫人讲了一句话 念下来 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鱼 即灭为乐 站在解脱道 看到吗 佛告诉他的妈妈说 你要赶快 断烦恼 即灭为乐 站在菩萨道 佛陀就赞叹 他的妈妈 要发起菩提心 那佛的太太 叫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 听说跟佛陀同一个年纪 然后他听说 佛陀要入涅槃了 那么 他也要 他也不忍心 看到他的 过去的先生 比他早入涅槃 所以他私底下来 拜访佛陀 但是耶稣陀罗 正的一个 很特殊的就是说 他虽然已经快八十岁了 但是他的脸 还像少女一样的漂亮 不但是他是这样 听说 摩合菩萨 跟五百的宫女 他们 有些是在入涅槃以后 脸变成十六岁的小女生 但是佛陀 还是很伟大 看到 耶稣陀罗 要跟他拜别 他说 耶稣陀罗 世间所有的福田 以佛为最高的福田 但是 世间所有的女人 以育女的功德最大 耶稣陀罗 你就是一位育女 护持了我 帮助了佛教 对耶稣陀罗做了种种种种的赞叹 以及对人间所做的 一切一切 这样的赞叹了对吧 所以佛陀的习惯 也赞叹他的妈妈 跟他妈妈安慰说 因为有你 所以我才有这个肉体 能够成佛 为世间带来光明 他都这样赞叹 所以耶稣陀罗 那个时候 身体发光 顶礼 然后呢 就入涅槃了 所以 那我们先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各位到里面去以后 当然我们礼拜佛陀 各位 师弟塔有没有带过来 然后我们要忏悔 佛在世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轮回 佛涅槃 我们再来学佛 那我们要不断地 在佛前求忏悔 最后一说 在佛的脚那个地方 各位最好用 用礼拜佛的脚 甚至有人用头啊 去顶礼佛的脚 为什么 希望你传承佛陀的脚步 我们一定要答应佛陀 佛陀的目的是 希望法流事件 谁能够传播我的法 谁就是我的佛子 我的视线一样 所以我想 佛陀的两只脚 有一个很庄严的法轮 那这个法轮 希望大家延续 然后呢 里面他们盖有一件大袈裟 不过我看今天不行了 上回我们刚好来 他们要换袈裟 就把那件袈裟 花了很多钱 给他请回家 大家瓜分了 但是今天好像不是那个日子 所以下回 如果来就要带一件很大的 他们是特殊的袈裟 特殊的日子 可能就可以换得到 然后佛陀在这边 入涅槃以后 他的土笔处就在后面 佛陀说 走49步会到 等一下我们走到后面 那个土笔处 当然释迦牟尼佛 他的棺木 他都有 要舍抱之前 他到天上 那个阿难问他 佛啊 你入涅槃以后 你的射利子怎么分配 站在解脱道 佛陀说 不要管我的射利子 他们自己会去处理 你们修行人要重视 赶快解脱比较重要 但是站在菩萨道 佛陀说 阿难啊 你把我的射利子 分成三大份 一份要给天上的天神 一份要给海里面的龙王 另外一份要给这个世间的夜叉王 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就要拜托这些天神龙王 不断地护持佛王 佛陀在入涅槃 自己到了天上 下了海龙宫 然后到夜叉王 告诉他们 谢谢你们护持三宝 在我涅槃以后 里面将来要继续护持着修行正法的人 所以把射利子留在那边 然后佛陀说 跟阿难说 在我涅槃 那么一段时间以后 会有一个阿 阿欲王出生 他会把我的射利子 那么分配到全世界 八万四千个地方 让别人膜拜 而且他有交代 我的射利塔盖好以后 开四个门 最好开在人最多的地方 春水马龙的地方 让大家都有机会 占礼道 礼拜道 如果礼拜道 皆得礼苦 断除烦恼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要到处去拜 佛陀的身身射利子的功能 但是佛陀讲的最伟大的是 他的法身射利 法身射利 就是结极的意思 所以阿难 密加社村 赶快结极 五百罗汉 所以我们这一次 有经过三个结极的地方 第一个结极的地方 七叶窟 第二个结极的地方 就昨天 那个阿难 那个射利塔 第二次结极的地方 第三次结极的地方 那间在巴特纳 千人罗汉塔 还有医院的地方 这个叫法的射利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 最主要是把佛陀的教法 弘扬 这才是真正来供养佛陀 好 所以我们现在 刚好只有我们这一团 最好就在里面待久一点 好好地唱会 化乐 好不好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果有花或什么 好 那按照佛教的规矩 就是在家人 舍抱以后 可以用各种的 传统的方法 去做埋葬 甚至都可以 但是出家人规定 就是要火化 为什么 因为火化是代表 不执着 这个身体 然后呢 如果是佛 罗汉 菩萨 他们火化 以后的遗骨 就可以盖成 圆形的 高高的 像摄地塔一样 这样来供养 当然佛陀也不例外 那这个地方 刚刚讲过 叫莫罗人 莫罗人 的特点就是 身体很有力气 所以叫莫罗大地 是整个 这个国家 那释迦牟尼佛来这边 事实上 很少人认识 跑到这个乡下 这个地方来 是因为过去的 语言 刚刚有讲过 所以佛陀要入涅槃呢 他首先来到这个地方 故意释显一点神通 为什么 因为佛陀叫阿难 到处讲 哦 释迦牟尼佛要来 这个地方入涅槃呢 三个月前就宣布了 让大家都知道 大家赶快过来 大家赶快过来啊 啊 佛陀这样期待的 最后时间要渡堂 那 那个时候 莫罗祖的一些 大历史知道 哦 听说 伟大的佛陀 要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他们要把路 做好 结果路上有很多 大石头 根本动也动不了 所以 那个时候 讲了 好几千位大历史 一直在搬 一个大石头 找到几万人 也搬不动了 一个大石头 那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来了 那来了以后 他故意不显现 他的样子 他显现一个 普通的出家人 然后呢 到了现场以后 这个沙门 就用他的脚趾头 放在石头下面 这样一勾 就把石头勾起来了 哇 大家很赞叹 很赞叹 然后呢 勾起来以后 用手指头 就把石头丢得很远了 那佛陀这样做 就是要让这些 大历史 生起更大的信心 然后 那个时候 这个出家人 就问这些大历史 请问你们 石头是 永远存在 还是无常的呢 当然他们听过佛法 哦 佛说石头是无常的啊 所以沙门就用嘴巴 远远的吹那个石头 一吹就变成沙了 哇 大家用这样来体悟无常 然后佛陀又现为原来的样子 我全部人都跪下来 哦 原来你就是佛陀 真是如此 比我们有利器 让他们看到无常 所以当场就很多人证了 证果 甚至发菩利心成为大菩萨 因为这样以后 就传遍了整个穆罗果 大家都要来 见佛陀 那见佛陀以后 佛陀也跟 射里佛交代 我如果射报以后 我的肉体 刚射报以后 七天之内 要浸在七宝关里面 油 最好的油 浸尸体 浸七天 七天完以后 再把这个 肉体拿出来 用香水洗干净以后 包各种的庄严的棉布 然后呢 再停七天 然后七天完以后 很多的 当地的这些 国王老百姓 都过来了 然后呢 大力士 就准备抬关 就要把 涅槃的处 到火化的地方 要抬过来 他说四十九步路 结果没有人抬得动 全国的这个大力士 怎么动也动不了 然后释迦摩尼佛 就在那个时候 显现了 这个金关 金色的七宝关 自己飞到天空 然后飞到天空呢 那经典说 在整个宇宙 绕七天 这个很重要 绕七天 所以 那绕了七天以后 让大家都 瞻仰到 佛陀的 这个金色的光 一直展现 然后呢 停在这个地方以后 那很多人就要 放火来烧了嘛 涂比时间到了 但是呢 在多少的人 放多道的火 这个关都烧不起来 都烧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佛陀在 等大家设尊者 在大家设尊者之前 就是摩尼夫人 所以摩尼夫人 从天上来 在哭的时候 我刚才讲过 佛陀的棺木又打开 又打开的时候 佛陀就在坐起来 身体发亮 这就是佛对 母亲的一种尊敬 感恩他 素氏的母子的关系 而让他有这个肉体 可以修行 而且告诉他 母亲还要体悟无常 再来要发菩提心 所以佛陀的母亲 现在叫解脱菩萨吧 也是一位大菩萨 然后 弯木又盖起来 盖起来以后 他们怎么烧也烧不来 那个时候 大家设尊者 还没有来这个地方 那像设立佛 墓建年 都比佛陀早入涅槃 他们没有来参加 只有阿难 一直跟着 那个时候 大家设从很远的地方 走过来 有看到一个 伯罗门手上拿一朵 就是供在棺木上面的 那种红色的花 很漂亮 然后呢 加设很注意那个花 结果那个伯罗门说 哎呀 伟大的佛陀 以及涅槃了 加设一听到 当场快昏倒 所以 就朝这个方向 赶快赶过来 一赶过来的时候 加设就跪在那边 哭 虽然他是个阿罗汉 但是阿罗汉呢 他们是怀着感恩的心 那么 一哭的时候 佛陀的脚 就从棺木里面伸出来 伸出来 然后顶着 加设的头 所以刚刚就一定要 各位头腰 碰碰佛陀的脚 因为佛陀这样讲 是把整个僧团 好像交付给 大家设尊者 然后加设尊者 再交给安安安尊尊者 安安在尊 给商纳和修 一直传传传道 第二十八祖就是达摩祖师来讨中国 所以我们中国也得到佛陀的原始的教法 就禅 禅讲的就是有空性 悲心 所以当然佛陀也一直强调 要让这个正法不断的传流下去 所以 然后这样以后 收起来 收起来以后 加设就要点火了 一点火的时候 佛陀是自己 好像棺木又浮在空中 从身上发出火光三昧 烧了七天七夜 七天七夜以后 那个时候八个国家的国王 都要来抢这个射利子 那个时候 先抢到的是谁呢 因为那个时候 放火 放最多的就是天上的天神 一直放 他想说赶快烧一烧 我们要把射利子抢走 所以也没办法起火 龙王也来放火 叶叉王也来放火 谁也没办法 国王也来放火 就是佛陀自己放的 但是放完火以后 烧完以后 海龙王抢到一根牙齿 先拔走了 然后听说天上也有牙齿 所以这个佛牙在这个世界 我们中国有一只佛牙 听说斯里兰卡 有一个佛牙 然后就保留在这个世界 其他客人要看佛牙 你就要到天上去看 龙宫去看 那你说怎么办 你经常打坐入关 到了一个阶段 就可以像龙树菩萨一样 入龙宫了 到天上去参摆 佛陀的头发 当初他出家的头发 也供养在涛利天空 那佛陀这样做 就是因为他度六道所有的众生 然后包括 佛陀要舍抱之前 那个密基金刚 密基金刚 金刚所菩萨 他随时二十四小时都抱 拿着那个金刚锄 保护着佛陀 那个时候 知道佛陀要念反 他也哭啊 那我拿这个金刚锄 要干嘛 所以那时候佛陀 还是视线给他安慰 你永远要护持的 修行佛法的人 用你的金刚锄 所以他这个金刚锄 没有人可以拿起来 因为他是大四肢菩萨的显现 当然他今天有这个金刚锄 是因为过去修了十种法 那十种法就是 帮助贫穷人啊 帮人家洗澡啊 就是用力气 用力气去帮助任何一个人 所以他视线这个金刚密基 那摄利子 那个时候八个国家国都要抢 那个时候文殊菩萨就 视线成波罗门 讲了一句话 因为大家快起战争了 大家都要抢这个摄利子 佛陀有交代 佛陀的生生摄利 不管供养在哪里 哪里都可以消除灾难 甚至各位在业障很重的时候 业障很重的时候 甚至得麻风病 皮肤快烂掉的时候 佛陀就 你也能够去供养 礼拜佛陀的摄利子 乃至忏悔 这些最严重的麻风病 都可以消除 所以当他们要起战争的时候 文殊菩萨事件这个波罗门 他讲了一句话 来念一下 佛教以忍辱著称 佛教以忍辱著称 所接受佛陀的教法的人 他们的特色就是忍辱 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如果你是个佛教徒 拿着炼珠 或者朝圣回去 回去就跟你老公吵架 那就白来了 这是佛教以忍辱著称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一听就觉得很惭愧 很惭愧以后 来把佛陀的势力 这些仪谷才八分 分了八分 八分 各位将来有机会 在德里的博物馆有一份 昨天我们经过的 巴特纳的博物馆 就是我们有去绕 那一份 他们是用那个罐子装起来 都可以露眼看得见 都可以看得见 现在各位如果到德里有时间 我们才看有没有办法 去看 光这个指头这样 就比我们长这样 看得很清楚 然后在 听说在梦买还是那里 博物馆 然后其中有一份 加比罗维国那一份不在了 为什么 就是阿裕国王就把那一份 拿出来分成八万四千份 然后在一天之内 在整个世界盖了八万四千个佛堂 我们中国就有十九座阿裕王的佛堂 哀暴留着 当然阿裕王为什么要这样盖佛堂 因为阿裕王杀了八万四千人 所以 那么 那个佛就要 消散比丘跟他讲 你要盖佛堂 就可以消除这个杀印 所以阿裕王就发现 这样做 当然阿裕王过去也修过一个 很大的功德 所以鬼王都在帮助他 在盖佛堂那段时间 连文殊菩萨都把太阳挡起来 让那些鬼可以出来盖佛堂 没得被太阳照到 所以 然后将设立 直接封完了 封完以后 大家就各自的拿回去供养 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当然佛陀这样做 千把一化成释迦摩尼佛 是为了四线五场 让大家精进的修行 所以我们来这个地方 也是为了这个 所以 佛弦菩萨才会叫我们念这个 再念一下来 世日已过 命亦水井 命就没有了 如少水鱼 私有何乐 好像没有水的鱼 还有什么好 追求快乐 重等 所以佛罗最后就讲这句话 但念无常 精进求证 所以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什么叫修行 念一下 死亡之前的死亡 你一定要把握你肉体死亡之前 把这个恶业贪嗔痴 赶快消灭掉 你千万不要浪费你这个身体 如果你这个身体 拿来享受世间的福宝 富贵 等你肉体要死了 你都还没有断坛成吃 那不是很浪费我们的生命 而且这个夜报 还带着我们下伤恶道去 所以父母给我们的身体 这么样的宝贵 我们要拿这个身体 来修行 来利益众神就有用 所以在佛教也希望 把这个身体观想成坛诚 观想成本尊的形象 我们的声音 都是观音菩萨的声音 心就是佛的心 要不断的不断的转化自己 这才是我们供养纪念佛陀最好的方法 但是站在世间 在圣地做供养 都有无量无量的功德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就 供养佛的塔 来听一下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花灯土佛 香花灯土佛 虽然没有带用观想的 茶食宝珠衣 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 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 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一个地方 所以大转法转一样 来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来到佛陀的故乡 加比罗魏国 然后在印度当时候有16个国家 加比罗魏国是一个小的 但是确实最有钱的 然后呢 他们这个种族叫太阳族 他们就认为他们是太阳的后代 那加比罗魏族现在的后代还有一些在 听说在尼泊尔 尼泊尔还有加比罗魏族的 所以现在全世界最好的佛像 相貌做得最好 就是都是加比罗魏族做的 而且他们这个族里面 听说还有很多人是吃素 然后在经典说释迦牟尼佛 有一个讲法是19岁出家 另外一个讲法是29岁出家 然后国王在这边 他的父亲晋放王 帮他盖了三个皇宫 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宫里扶持他 因为一出生的时候 就有那些相师婆罗门说 都知道说他将来要么成为转人圣王 但是如果碰到了 看到了老人病人死人这种苦 他将来就会去出家 所以他的父亲为了保护他 就绝对不让他看到老人病人死人 在他旁边都是那些健康的 长得好看的 希望他能够做一个转人圣王 能够同理整个印度这个国家 不然加毕罗国就是小小的 但是一直被欺负 为什么 因为小而有钱 旁边的大国家 就会有这些想法出来 那那天有讲过 加毕罗国他们 这个种族特别是很骄傲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出生高贵 所以他绝对不会跟其他的种族通婚的 都是比如说姐姐的 姐姐的儿子娶了妹妹的 跟女儿 她们都是这样 在中国人来讲说 这叫不好的 但是对他们来讲 认为是他们的传统 那当然释迦牟尼佛会选择 降生在加毕罗国 在经典说有几种的观察 第一个观察 就是说人寿在一百岁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时间 那我们现在人寿平均七十五岁 因为经典说 每少一百年 人的寿命就少一岁 所以那个时候 是人寿一百岁的时候 那当然这样想 如果再过三千年 人的寿命就剩下四十五岁 然后人的寿命最短是在十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动物会吃人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才又一百年又加一岁 最高的时候 人的寿命到八万四千岁 那那个时候 离到现在就五十六亿多年了 那个时候弥勒菩萨才会来降生 那这一点是可以去思考 所以佛多第一个这样选择 第二个他选择了种族 因为他家里是一个所谓差地利的这种国王的种族 这样投胎 当然选择父亲的种姓 还有选择妈妈的种姓 也就是说 静放国王跟他太太也是一种舒适的修行 在经典说 静放国王有六十四种德行 然后呢 摩耶夫人有三十二种德行 特别的 然后呢 他才会选择在这样的情况 而且他选择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说 他的妈妈的子宫里面 没有没有怀孕过 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看照经典上面说 摩耶夫人在那一段时间是守八关灾戒的 她是没有男女的欲望 那么在那一段时间 得到了这样的感召 而且她还发愿 就是这个母亲 生完她以后七天 那母亲就会比她 就会死亡 为什么 可能听起来很残忍 但是经里面大概有提到说 因为如果希达多太子将来长大要去出家 或是让她妈妈知道说 这个小孩才会出家 她妈妈会哭 会天天哭 甚至这样而死掉 所以她绝对不让她妈妈那么痛苦 所以摩耶夫人事实上是在生佛陀七天以后 然后在没有痛苦的时候 流血过多这样死掉 但是死掉以后就往生涛利天 但是往生涛利天以后 按照经典 她也是天天都在爱护的这个小孩子 所以在释迦摩尼佛 修苦行的时候快舍爆 摩耶夫人也现前 一定要让她照顾她自己的身体 所以佛陀那时候去思考 就用中道的修行放弃苦行 包括 佛陀舍爆了 摩耶夫人都从天上下来 要来看她 但是释迦摩尼佛 当然在晚年也升天 为她妈妈说法 讲了各位都是地藏本愿经 目的呢 就是要天人要体悟无常 更要发普遍心 因为世间很苦 所以特别讲了地藏本愿经 这样子的 也要天人发普遍心来帮助所有恶道 轮回的众生 那我们在经典里面提到了 很多佛的弟子 比如说阿纳利尊哲 提伯达多 难陀 阿难等等 都是在这附近出生的 他们都是皇宫贵族 皇宫贵族 那佛陀出家 成道七年以后 回到这个地方来 当然他回来之前 也做了种种神通的变化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可能他的父王 或是他们这种 骄傲的家族 会看不起他 但是他回到这个地方来以后 就特别的 他不用神通 到了进了这个城以后 他呢 就故意 他没有直接去找他的父王 静患国王 反而是 在路边随缘的这样 脱坡 所以那个时候 静患国王就很 有一点生气 我的儿子 怎么可以像乞丐一样 但是佛陀那时候 都没有回答 就是慢慢的用各种方法 去度他的父亲 所以 那第一次展现神通的时候 听说那个时候 他父亲就 证了出国 等他父亲证了出国以后 当然在皇宫里面 释迦牟尼佛在出家 修苦行 六年的时间 他的太太耶稣陀罗 一知道以后 也跟他一样 每天都是修苦行 一天只吃一顿饭 睡在地上 因为他知道 他的先生在修苦行 他也发这个愿 这样修苦行 然后呢 他当然天天期待了 能够看到他的现神 所以等佛陀回来以后 回来以后 那么 见完他的父王 然后呢 父王是说 你爱你的太太 在皇宫里面 也在等着你 那释迦牟尼佛 当然以这个平等大悲心 也进到后宫 去见耶稣陀罗 当然耶稣陀罗看到佛陀 就跪在地上 趴在他脚上哭啊 还表达他的委屈 但是 释迦牟尼佛 也用佛法 安慰了他 然后 讲完 对他说完法以后 耶稣陀罗也在那个时候 正的出国 所谓正的出国 说这个人一定会守戒律 这个人对脱离生死 轮回 有一个方向 而且他绝对不会再去 伤害到别人 这叫正的出国 叫陆流 陆流以后 保证将来一定会 正阿罗汉 七世 七世 做人或身体 一定可以正在阿罗汉 叫正的出国 然后等耶稣陀罗 正的出国以后 当然他能够这样正的出国 这个都是过去世的愿 所以今天上午在缅甸 佛事有讲过了 佛陀过去说 上会同志 答应取这个亲衣同理 就这样讲了 我如果出家 不能障碍 如果我成道 我会来度你 所以事实上 我们现在活到今天 每个人活到今天 都跟过去世的 种种的心态 所发的 造的因缘 有绝对的关系 甚至今天说 百分之九十 被这个业力 或愿力 主导的 控制的 所以 那会引导 你的心态这样做 然后度完耶稣陀罗以后 那么 耶稣陀罗 当然也希望 他的儿子 罗霍罗 能够去看看 他的父王 但是那个时候 已经真的出国 耶稣陀罗 也希望罗霍罗 能够了解 他的父王 为什么要出家 所以 他就准备了 一碗 印度人的习惯 所以一碗汤圆 来供养 佛陀 这就是做儿子 跟爸爸 要财产的意思 所以 那佛陀知道以后 他就跟摄理佛讲 我们出家人的财产 就是 就是要令对方解脱 乃至大圣菩萨道教 慈悲才是财富 所以 就马上就请摄理佛 把罗霍罗 梯度 出家了 但是出家以后 进放国王 就很痛苦 就是佛陀的爸爸 儿子出家了 孙子也出家了 就很痛苦 甚至谴责佛陀 那佛陀 借那个机会 定了第一 一条戒律 就是说 七岁的 小孩子 要出家 一定要争着 父母同意 就定下这个戒律 所以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当然 过了一千年 过了两千年 好像很长的时间 或十年 但是对这些天人 护辞三宝的天人来讲 譬如说 简单的涛利天 第二天一天 就等于我们人间一百年 所以佛陀才离开他们 不到一个月 他们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们随时都还在 这个地方 而且他们随时都还意念了佛陀 那更高的天 更是如此 所以甚至佛陀 当时候的很多的出家人 虽然舍抱了 但是他们都还在这个地方 附近的在修行 所以在加比罗尔城 也有所谓四四金色 就是用释迦佛的名字 取的名字 那这个四四金色是谁盖的 就是阿难的弟弟 叫阿纳利 阿纳利因为 正的天眼第一以后 他眼睛看不见 因为瞎掉了 那佛陀佛就教他 开天眼的方法 所以天眼第一 然后他回来以后 那么很多人都出来欢迎他 阿纳利正的 欧罗汉 但是唯有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也是阿难的妹妹 没有出来 阿难利就特别问说 我那个可爱的妹妹 怎么没有来欢迎我 没听到她声音 然后其他人就说 阿难利尊者 你的妹妹罗西尼 现在很可怜 皮肤病 全身变得不好看 所以她不愿意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阿难利 离开群众以后 就直接回到她的家里 找她的妹妹 她跟她妹妹说 罗西尼 你如果要改变你自己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这么有钱 因为他们是皇族的后代 你又没结婚 那你就应该 把你的留下的一些财宝 现在我们希望能够 欢迎佛陀 也回到我们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 让他讲经说法 所以你应该用你的钱 做一个讲堂 不断做 你天天到那边 扫地啊 到水 将来佛陀 一定会来受你的供养 然后 罗西尼也接受了 接受以后 他就天天的 找工人 终于把那个金色做好 而且都亲自扫地啊 做这事 等他天天把这个金色做好 扫完地以后 他的皮肤病就统统好 这就是阿难利 因为懂得因果 这叫阿罗汉 阿罗汉的慈悲 跟一般菩萨的慈悲 不一样 阿罗汉叫法缘耻 也叫有缘耻 就是说 你跟他有缘 他才度 那菩萨叫 无缘耻 无缘大悲 有没有缘 只要你苦 他就度 所以 他们有这些神童 所以 等这个金色盖好以后 佛陀带着身众 接受供养 然后 供养完以后 佛陀就赞叹 哦 罗西尼 是这个功德主 然后 罗西尼也觉得自己 很不好意思 他就跪在前面 佛陀就问了 他说 罗西尼 你想不想知道 你为什么会皮肤病 这么严重 现在可以好起来吗 那 佛陀说 因为你过去是 也是做一个皇后 但是呢 你的皇帝先生呢 有一天 很喜欢里面的舞女 所以爱上了里面的 这舞女 你起了一个嫉妒心 然后趁有一个你 你的先生最爱的舞女 她跳完舞以后 流汗嘛 你在她的毯子啊 在她的棉被里面 就用一种毒的粉 让她全身这样 发痒在那边滚 因为你造了这个恶业 啊 所以你虽然现在很有福报 但是你 生生世世 皮肤不好 甚至不能结婚 但是因为你这一次 造了这个金色 这样子的发心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恶业消除 然后当佛陀讲完这边 也给他讲了生命苦的 啊 苦极灭到 佛陀讲法一般很喜欢 从苦入手 一定要去提醒对方这个苦 啊 由这个苦以后 才探讨苦的原因 苦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 无名贪爱嫉妒 造了这些业 才会造成我们的苦 所以那个时候 罗西年当下正的出国 啊 正的出国以后 不但皮肤漂亮 整个脸变得发得很亮 这个就是经典说 一个人如果 特殊的正的果 或是发心 他的相貌 都会改变 啊 他不但如此 就成为那个时候 哇 有单一个 一个没结婚 而且一个最漂亮的女人 啊 但是呢 他既然正的出国 就不会再跑去结婚 啊 那除了如此 在加弼罗伪国 也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故事 各位听过 南陀 啊 佛陀的另外一个堂弟 南陀 啊 是个美男子 那佛陀出家以后 出家以后 这个王位是应该他接的 啊 但是释迦牟尼佛知道 南陀这个人 长得很帅 很美 如果国家交给他管 会有问题 所以他就要来度 南陀出家 然后南陀那个时候 娶的这个国家里面 也是最美的 叫孙陀利 他们两个 帅哥美女 结婚的那一天 佛陀就故意 走到 南陀的 住的地方 那时候他们那天晚上 叫洞房花祝月 佛陀白天结婚下午就来找他们 啊 早餐的时候 然后佛陀就把拨 空的拨 中午的时候 还没有过中午 就交给南陀 然后南陀就 哎呀 我的堂哥 来跟我拖拨 他就赶快进到房间 跟孙陀利的时候 我的堂哥佛陀来了 我赶快把他拨菜装完 供养他 我马上就回来找你 他的老婆说 好啊 你一定要来找我 就在佛经说 在他的额头上 清一个口红 他说 这个口红还没干 干之前 你要赶快回来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就故意 拿了这个 啊 一直走 走到很 森林里面 让南陀一直在后面追 然后追到 东美人的时候 佛陀转过来 给他放过 南陀啊 你很多兄弟都出家了 你干嘛不出家 南陀说出家又出家 有什么了不起 就让他出家 但是他心里想着 反正我现在先出家 等傍晚我就拖跑回来 我老婆还在等我呢 但是佛陀知道 他出家的动机 啊 所以佛陀在那个时候 就故意 我在讲这个故事 听过的举手 应该有几个啊 没听过 要出几班呢 啊 所以 佛陀那个时候 就故意 用神通啊 把南陀带到天上 带到天上 啊 带到天上的时候 那皇宫很大 然后里面的美女 漂亮得不得了 啊 又高又大又漂亮 啊 天上的美女 各位都听我讲过 如果你看过天上的美女 然后再回来看你的老婆 她就变成老迷猴 经典的说 如果你看过天上的男生 你回来看你老公 她变成老鳄鱼 因为天人太美 太漂亮 所以 然后南陀上去以后 看到那些美女 这么漂亮 哇 不可思议 然后就问佛 哇 他们这个美女 在等谁啊 佛陀说 你自己去问她 然后这些 南陀就问了说 这些美女说 我们在等佛陀的堂弟 南陀啊 她现在出家 将来以后 舍抱以后 就升天啊 我们在等她 哇 南陀那时候高兴 那个时候 你叫她还俗 她不要 但是这个事情 被大家知道 大家说 哎呀 南陀是为了 升天享受美女 而出家的 南陀觉得很不好意思 后来佛陀就 故意把她带到 地狱里面去看 地狱里面有油锅 有油锅 然后煮得很热 很可怕 南陀看得很怕 就问佛陀 他们在等谁啊 佛陀说 你自己去问她 然后地狱里面 这些狱主就说 我们在等佛陀的堂弟啊 她现在出家 可以升天啊 享受三千六百万年的快乐啊 但是她快乐享受完以后 就要享受她 出家以前所造的恶业啊 直接下油果 这样 被南陀一听到以后 那佛陀带她再上来以后 她觉得我要真心的休息 就这样 震打阿罗汉 所以我想 这就是南陀很大的福报啊 为什么 佛陀做她的哥哥 亲自带她 用神通升天下地 让她知道究竟的道理啊 震打阿罗汉 而且她的福报 大到成为佛陀的堂弟 还接受这个国家 那为什么 曾经有人问佛陀说 为什么南陀有这么大 这么大的福报呢 释迦牟尼佛就说了 南陀在无量寺以前 曾经做一个有钱人 然后看到过去 有人在盖 加瑟佛的佛塔的时候 那么 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 那个时候 她就布施她旁边的仆人 告诉她旁边说 你们这段时间 不用服侍我了 去做好事 帮忙盖佛塔 布施她的 所有的仆人 去盖佛塔 因为这样 得到了一个大富贵 那为什么 她皮肤特别漂亮 佛陀佛说了 过去是 她曾经 也是这样 皮肤病 但是 有人告诉她说 如果你能够供养 出家人 洗澡的话 那 用她这个水 来洗你的皮肤 就可以 消除你的皮肤病 结果她真的去做了 做了以后 皮肤还真的好了 所以她那时候 她对出家 生起了一个信心 她发愿 因为我来世 可以布到一个 真正圆满觉悟的佛陀 我要在她 做下出家 甚至 也发了愿 我要做她的弟弟 让她跟我有 很亲的缘 所以我想 每一个欧罗汉 他们都是在过去 是造一个善业的时候 发这样子的愿 所以 这就是 南陀出家的问题 后来她的太太 孙陀利 看到她老公出家了 什么 跟她谈歌出家了 所以她也去出家了 她也出家去了 但是她的出家 就不是真出家 她只是想要接近她老公 每天还是化妆 戴着项链 以个光头 走来走去 当然 佛陀 最后也是用 神通的方法 去度她 后来她也真实的 修行了 不过我想 在加比罗国 在过去一点点 我们 靠尼泊边境 就发生了悲剧 各位都知道 加比罗国是后来 整个都被灭主 被灭主 为什么呢 因为被流利王带着军队 然后加比罗国的人 是很骄傲 但是他们没有军队 他们不打仗 这是这个国家的特点 不打仗的 如果各位到 下回又到边境的时候 他们那边人不喜欢杀神 所以日本人最喜欢 那块土地 想要把它整个埋下来 所以他们不打仗 但是因为骄傲 得罪了普世尼泊 流利王 流利王带着军队 把他们全部杀掉 杀了几天呢 七天七夜 慢慢杀 慢慢杀 整个河流都变成血 为什么 因为经典说 过去加比罗国 在无量寺以前 为了庆祝一个节日 就把湖里面的鱼 统统抓起来 放个毒 统统抓起来 然后抓起来的时候 杀掉 吃掉 凡是有杀 有吃的 统统要被杀 而且毒 河里面的鱼 所以他们杀掉以后 全部丢在河里面 血流成 那个时候 有两只大的鱼 刚好被抓起来 还没有死 因为它毒性 虽然强 它们鱼比较大 所以有个小孩子 就比喻那个鱼 说哦 那里面也要死了 里面也要死了 那那个小孩子 就是佛陀的前世 他没有吃 没有杀 但是这样比而已 所以被杀的那段时间 他头痛快裂掉一样 所以各位 讲到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吃鱼了 我上回到 加比罗到 尼泊就跟释迦祖 他们叫我跟他演讲 我就讲这个 我说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释迦祖不吃鱼的 释迦祖 因为这样 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所以 佛陀也经常回到这个地方 度了很多很多的人 包括 慈戒第一的 幽伯狸 也都在这边度了 好 我大概就讲了 这个地方 反正 在佛教的故事里面 那加比罗 有很多 在皇后里面的 所有的故事 但是 佛陀最后决定 生命之道 不是拥有帝国 拥有女人 拥有财富 生命之道 是要走入解脱 觉醒之道的 所以加比罗国 是代表一种 佛陀 出离的地方 因为佛陀有了出离 这个世界才有的 生命的希望 不然就像我们的路上 这样走过来 这么多人 每天忙来忙去 就是为了生活 为了钱 生的又死 死的又生 就是这样 所以人应该 走为一个 智慧之道 所以各位来到 加比罗国 要发起一个 出离的愿 出离自我 走入众生 利益众生的 这样的愿望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就绕一绕 念本师释迦牟尼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